大家好,刚才我讲了这个喷头两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没有讲 就是我们这个喷头是带有防滴陆阀的,但是有的也没有带,但是我们是带的 带这个防滴陆阀的好处是什么呢? 这个防滴陆阀就是我们的药液通过药管进入喷头的时候需要经过这个防滴陆阀 这个防滴陆阀是需要有一顿的压力把它给顶开,顶开之后才可以进入喷头 所以说当我们的压力不足以顶开这个喷头的时候,我们这个喷头是不出现药水的 这也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当我们不泼泄压的时候,我们的喷头不会随意的滴陆药液,不会把这个药液滴的到处都是 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匹配选择带有防滴陆阀的这个喷头的关键 如果说不带这个防滴陆阀,可能会省个十几块钱,二十几块钱 但是带有了,它会更方便,更安全一些 好